那边 那边 看到了 雪龙次机之工接户提报 前往马亨达兰 位于雪兰儿十里肯邦安的家 一场车祸影响了马亨达兰的行动能力 也改变了他的一家 还没有车祸之前 安主是劳里跟车员 然后太太也是有做工的打工 就是在那个国际学校做清洁工 就是两夫妻都有做工生活还OK的 车祸就是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经济 已经一年无法工作的马亨达兰 家里开销全靠妻子一人 马亨达兰一家五口瘦肉的身形 只因三餐不定 刺激之工带来的大米和干粮 让家中再次飘起菜箱 其实他们经济上真的是很大的困难 每天有时候是有钱 就煮没有钱 他是没有煮 是没有吃东西的 就孩子就是很瘦 刺激及时补助 不只是有心的物资 志工的关怀与陪伴 也让马亨达兰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大约新闻真山美之工 许过静 马来西亚报导